大家好,我是爱玉 一到了吃萝卜的季节 都喜欢用它来做园子 今天来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做法 不用焯水 不用提前用盐来杀水 准备半根大萝卜 清洗干净,不用去皮 直接擦成细丝 也可以用刀来切成丝 然后再将丝给切成末 切好之后 将它放入到大碗中 再来准备一点小葱 将它切成末 准备一点香菜 也给它切成末 不喜欢吃香菜的可以不用放 然后将它们放入萝卜里面 再往里面打入一颗鸡蛋 加入一点食盐 花椒粉 胡椒粉 然后再加入一点食用油 用筷子 先给它搅拌混合均匀 拌匀之后 往里面加入一大勺的面粉 两勺的面包糠 然后再次将它们搅拌混合均匀 拌好之后 是能够轻松抱团的状态 揪起一块 放在手心先捏实 然后两手来回的摔一下 滚成一个圆球 我一般都会提前给它做好 油温6-7成热的时候 下锅 刚开始不用翻动它 待它定型之后 再用筷子轻轻的给它拨动一下 用中小火杂质 外皮变得金黄 像这种状态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我们的萝卜圆子就做好了 看这个颜色是不是非常的诱人 做法和食材都非常的简单 一次可以稍微多做一点 煮火锅或者是蒸着来吃 也是非常不错的 外皮焦酥 内里汁水丰富 吃起来太香了 感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试着做一下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就请为我点个赞 关注我 解锁更多美食 我是阿宇 拜拜 拜拜